在美系坦克设计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转变 在M60坦克上设计语言是较高的车体 换来车内较大的空间 而在后续的M1爱布兰坦克中 坦克的整体高度几乎被腰斩 整体外观也变成了更加低趴 且灯角分明的样子 那美系坦克的设计风格 为何会发生如此转变呢 这都得仰赖德国人的脑贿赂 以及一款在M60和M1坦克之间 彻底改变了美系坦克设计语言的原型车 MBT KPZ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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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是德语及战斗坦克的缩写 所以从名字上就很简单能看出来 这个坦克项目是一款美德合作的坦克项目 当然在冷战时期 如果我们提到需要几个军种或者几个国家 共同研发和装备的坦克 有一个人总是逃不过的 他就是时任国防部长的麦克纳玛拉 众所周知 他引领了一系列的通用项目 比如F4鬼怪系列 以及F111系列 都是他在国防部长任上的杰作 MBT 70项目也不例外 在我们当下来看 MBT 70项目和现在的欧美主战坦克差别不大 但实际上他的意向非常早 1961年 麦克纳玛拉与德国国防部长 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接洽 希望开始合作主战坦克计划 施特劳斯否定了麦克纳玛拉的想法 并建议美国购买鲍伊 德国正在准备生产其国产的鲍伊坦克 对启动另一个主战坦克项目几乎没有兴趣 然而施特劳斯确实同意了一个共同的组建计划 旨在让美德坦克之间的零件 实现某种程度上的互相通用 麦克纳玛拉则继续敦促 德国在共同坦克计划中进行合作 1961年是什么年份呢 以火力建成的鲍伊尚未诞生 欧洲不得不使用每至90毫米火炮 来对付宿军的T-54-55坦克 总的来说 虽然90毫米炮依然可击穿T-54-55坦克 但在数量上 欧米的坦克依然处于劣势 所以如果可以综合德国人的坦克设计技术 以及美国人的制造能力 那么一款从技术和产量上 全面碾压素军坦克的装备 将会很快诞生 这就是MBT-KPC-70项目的意义 但讲真 如果麦克纳玛拉底想的通用化 真的是一个好想法 那么它将名垂轻视 但很不幸 对于各个国家 各个军众之间 他们需要的装备特性是不同的 想要完全通用 最终只能是一句空谈 而麦克纳玛拉也因为 通用可以省钱的商人思维 而被厚实嘲讽 实际上 对于MBT-70项目来说 即使是在绘图版阶段 双方工程师都能吵得不可开交 这是美德双方对于坦克设计 以及一些底层工业逻辑上 相隔几百年所造成的严重分歧 比如说 对于绘图版上的坦克 整体的和零件的三式图 使用何种通用方法 度量横和紧固件 使用英制单位还是公制单位 这些堪称坦克设计中的底层逻辑 就足够让美德双方的设计团队炒翻天 更不要说一些大方向上的选择 比如坦克引擎 火炮 火炮发射的弹药 配套的火控系统等等等等 整个合作项目几乎变成了吵架大会 另外 美国设计团队也发现 德国的设计师们 抠门的令人惊讶 简单来说 德国人对他们的知识产传项目 保护得很好 几乎不想让美国同行 得知他们的一丝一毫技术 这主要是取决于 美德两国装备采购上的差异 在美国 五九大楼主导装备采购 他们提供经费 为装备制造商开发新设备 并且因此 获得了新装备的完全所有权 而德国虽然形势上和美国大差不差 但非常不一样的一点是 德国装备制造商 依然保留有装备的知识产权 但不管怎么样 因为两国设计团队 不同的文化和工作习惯 闹出来的各种问题 让整个MBT 像是草台班子闹出来的笑话 但总的来说 项目进行的还算顺利 很快 坦克原型车就可以投入测试 MBT KPC70 是美德合作的一款 未来主战坦克计划 它旨在通过综合美德双方的优势 生产一款足以在未来 也可以对抗苏联坦克 保有优势的主战坦克 并且这种坦克在未来的规划中 将会武装整个北约 甚至是泛用意义上的美国盟友 以此来摊平研发和制造成本 MBT70和之前美军制造的任何坦克 最大的不同 在于其外观设计上的不同 MBT70长9.1米 宽度3.51米 最高2.59米 与之对比的是 美军的M60坦克 高度为3.2米 整体上来看 MBT70已改之前 美系坦克的高大形象 整台车变得相当低趴 像是一只伏地 等待出击的豹子 之所以可以将车高 压得如此之低 还是取决于一系列 先进的车体内设计 在坦克中 车员的座高一般是固定的 成年男性座高 一般为1300到1500毫米 如果我们将 成员的座高固定地叠加 那么将会得到 3米以上的成员内部空间 注意 这个3米的内部空间 尚且不包括一系列的装甲 或者是设备的空间 当我们加上装甲和设备的空间 再加上坦克悬挂的离地间隙 很明显 坦克的整体高度将会突破4米 而4米高的坦克 我们一般不称其为坦克 叫它全尺寸装甲靶子比较合适 那怎么有效降低车高呢 在设计中 设计师们想到 对于坦克来说 并不一定非要让 炮塔内和车体内的成员 进行简单的叠加 因为炮塔只需要成员的上半身 操作内部的设备 让其工作即可 而他们的下半身 则可以交给车体进行防护 于是 当我们将成员组的投影 进行叠加 就会发现 炮塔高度显著下降 这样不仅可以降低整车高度 还可以为炮塔节省材料 从而降低整车重量 基本上M48 M60等坦克 都是遵循了这一设计原理 但M60坦克依然很高 3.2米的车高 让其几乎无法被有效隐蔽 除非你挖个坑 把它埋地底 我们能发现 导致这个问题的罪魁祸首 实际上还是车体内 驾驶员的问题 在M60坦克内部 驾驶员的座高相当之高 可以说是坐得板板正正 这就导致它占据了 相当多的荣誉高度 从而让整台坦克的高度 居高不下 对此 德国设计师拿出了 相当显门的设计方法 既然在车体内有个驾驶员 让车高压不下来 那我们直接不让驾驶员 在车体底 车高不就压下来了吗 所以MBT70的设计语言 相当奇葩 它将驾驶员从车体里拽出来 塞进了炮塔里 在这种改动下 MBT70的底盘 堪称超薄超透 其高度只取决于 动力包的高度 但将驾驶员放进炮塔里 问题也随之而来 炮塔在战斗中 会在车体上旋转 让火炮对准目标 但如果那样 驾驶员岂不是 会跟着炮塔一起旋转 这又怎么能保证 驾驶员能向前开呢 这个时候 德国人的轻奇脑洞 又发挥作用了 想要让一个旋转的物体 始终保持向前 其实很简单 只需要让它 向旋转方向上 反方向进行旋转 只要两个旋转的方向 速度 角度都吻合 那不就和没转一样吗 所以MBT-70的驾驶员 在炮塔旋转时 会和炮塔朝相反的方向旋转 也确保驾驶员 始终面朝前方 这样一来 MBT-KPZ-70的最大高度 就只有2.59米 与此同时 设计师们还为它 加装了液气悬挂 可以让车体整体升高 或者降低 在液气悬挂的帮助下 MBT-KPZ-70的悬挂 降低状态下 高度仅有1.99米 可谓是彻底改变了 坦克和高大的联系 虽然在前面的计划阶段 美国和德国的设计团队 经常吵架 但他们的成果相当不错 在一个跨国合作的 坦克项目中 MBT-KPZ-70区别少得可怜 比较大的区别是 双方使用的发动机不同 美国版搭载大陆 AVCR1100柴油发动机 功率为1475马力 变速箱使用电动液压 变速器配对 最高时速为每小时77公里 最大行驶距离为645公里 最高倒车速度 与其最高前进速度相同 这意味着美国版本的 MBT-70的机动性 比当时任何坦克都高 它甚至比爆一坦克快得多 同时轻松击败了 T-62和T-64等苏联车辆 在越野性能方面 大功率发动机和液压气动悬挂 使其行驶速度几乎是M60的三倍 而不会因为颠簸 给成员带来困扰 在德国版本中 工程师们选择使用 戴姆勒奔驰的MTO-MB-873 卡500四重程柴油发动机 由此带来的一点问题是 这台发动机 比美国版本的发动机更重更大 需要对底盘进行一些更改 该发动机与Rank HSWL354-2 液压变速箱匹配 该变速箱具有四个前进挡和两个倒挡 最高时速为72公里时 最大行驶距离为580公里 除此之外 MBT-KPZ-70之间 基本没有什么区别 火力方面 MBT-70的主要武器是 XM150 152毫米火炮发射器 这是XM81火炮发射器的 长管高糖压版本 XM81被用于M551协力灯 和M60A2星际战舰 被证明是一种出色的两用武器 但问题在于 XM81出速太低 不足以发射动能穿甲弹 而改建后的XM150可以 它可以发射常规的152毫米炮弹 如高爆弹 钢针线弹 M409A1破甲弹 和MGM51橡树棍反坦克导弹 当然 这些武器都可以被XM81发射 真正让它们与众不同的是 XM57811 APF-SDS 这是一种152毫米 尾翼稳定脱壳船甲弹 由五合金制成 可以轻而易举地 击穿苏联的T64坦克 为了让主炮发挥更大的活力 这门炮拥有火炮稳定器 进行行进间射击 炮塔上配备了激光测取仪 尾舱中有26发带发弹药 安装在自动装弹机中 自动装弹机由奥托梅莱拉提供技术 最大射速可以达到12发每分钟 两分钟就可以打光全部弹药 剩余的弹药被放在车体正面 有复合装甲和油箱保护 同时 自动装弹机还支持自动装填炮射导弹 无需成员手动装弹 另外一个开创12代的设计 是MBT-70上安装的一门 可以伸缩的H202机炮 这门火炮是黄鼠狼步兵战车的同款 这意味着MBT-70 可以在主炮和一个目标接战的同时 使用机炮对其他轻装甲单位攻击 并且这门火炮的仰角 还支持它进行防空 在平时不用时 这门火炮和它配套的遥控武器站 还可以缩回炮塔内 避免炮弹破偏损坏武器 装甲方面 MBT-70是第一种 安装有复合装甲的欧美坦克 它的装甲可以抵挡800米外 航向脚上射击的 105毫米脱壳穿甲弹 并且基本免疫同距离 同角度上的105毫米破甲弹 装甲钢本体采用真空电弧 重容生产 还有9%的镍和4%的菇 经过热处理以后 硬度可以达到500BHN 对破甲弹的性能 则是靠间隙提供的 在这些钢甲板中 加有空气 在金属射流通过空气夹层时 气破身就会被削弱 从而达到对破甲弹免疫的目的 此外 MBT-70的装甲内侧 还安装有距离烯的防辐射屏蔽层 可以实现20比1的中子辐射 衰减比 并且全车可以防御 电磁脉冲 核武器 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攻击 虽然MBT-KPZ-70项目 在设计思想和工程样机上 已经是成功了 但这个世界上复杂的 永远不是工程问题 而是政治问题 在60年代末期 德国人已经搞出来了 蓝银金属 120毫米花糖炮的工程样机 并且进行了钢针 与破甲弹的试射 事实证明 它的活力要远超于原本的 105毫米L7坦克炮 这就意味着 原本的XM-150项目 并不是唯一的选择 于是德国人试图换炮 在自己的KPZ-70项目上 更换120毫米坦克炮 这并非是心血来潮的产物 因为XM-150项目 和系底灯的XM-81项目一样 出现了非常多的问题 由于炮弹采用了 无可发射系统 弹壳和发射药 将会在发射时 被一起点燃 所以当主炮频繁开火时 炮堂内温度过高 塞进去的弹药 有可能在一瞬间被点燃 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而且发射药和弹壳的吸水性 出乎意料的好 当炮弹接触水之后 就有可能膨胀 导致无法塞进炮堂内 对比起问题摆出的XM-150 德国人在野猪试验车上 安装的蓝金属120毫米化塘炮 很显然是更优秀的选择 但这样一来 整个火控系统都要重新修改 包括炮端结构 这样才能适应 换装120毫米火炮 所造成的结构问题 除了换炮风波之外 另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问题 是在频繁的旋转中 驾驶员会时常迷失方向 不知道哪个方向是前方 这主要是因为 原本驾驶员坐在车体中间 现在坐在炮塔一侧 在旋转时 即使两个旋转电机的启动速度 和旋转速度完全一致 也不能避免方向迷失 经过多次测试之后 最终设计师们认为 是驾驶员坐在炮塔一侧 导致自身的旋转 偏离了旋转中心所造成的 经过这个小问题的管中汇报 NBT KPC-70的复杂问题 也逐渐暴露出水面 各种因为未来而设计的先进系统 在当下的科技水平面前 可谓是寸步难行 参议员詹姆斯·福布莱特拿去说 要驾驶NBT-70 甚至需要技术学院的硕士学位 到了1969年 NBT-70的成本是预计的5倍 每台造价达到了100万美元 最初NBT-70的项目 总计划成本仅为8000万美元 但在1969年 该项目已经耗资3.03亿美元 仅希德的部分就约为1.3亿美元 项目的严重超值和落地的摇摇无期 严重损害了NBT KPC-70的使用问题 手中掌握着野猪实验坦克的德国人 率先退出 克劳兹马菲开始研制 一种属于德国自己的坦克 这个计划最终导致了 被称为鲍2K的实验坦克的诞生 并且最终衍生出了鲍2系列主产坦克 而美军方面则一直不想放弃 NBT-70项目的成果 经过测算 NBT-70的最主要问题 是使用了太多 目前无法负担的先进技术 所以美军决定 在大构型不变的情况下 生产一种简化版本 这个项目被称为XM-803 其最显著的区别 就是将炮塔上的IH-202机炮 换成了一艇 特别具有美国特色的50重机枪 除此之外 在外观上和NBT-70没有什么大区别 在结构方面 XM-803采用了普通的装甲缸 虽然防御力下降了 但采购成本下降的更多 这在国会看来是值得的 并且XM-803还在被研究 使用AJT-1500燃气轮机 来替代柴油发动机 显然XM-803的想法很好 但在1971年12月 国会在国防拨款法案中取消了 XM-803坦克的后续生产计划 并批款2000万美元 用于开发新的坦克 在多方势力的角逐下 一款被称为XM-E的坦克 进入了世界军事历史的舞台 而这就是大名鼎鼎的 M-E爱卜兰主战坦克的先生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视频见 谢谢观看 请示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